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2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关于这个战产的态势啊,基本上还没什么太大变化 我们今天重点不聊战产的这个态势 只聊这个外交以及这个俄军和乌军目前的一个动向 首先一个啊,乌军现在已经开始这个轰炸自己 就是乌克兰的领土,当然了这个领土是被俄军占领着的 那么在哈尔松轰炸了大桥 在什么登巴斯地区也是轰炸铁路桥 就是乌方自己领土上的这些铁路桥 我想大家可能在网上都看到很多视频了 同时呢,乌军也没有放松对俄罗斯本土的这个攻击 俄罗斯的比尔格莱德,库尔斯克,什么布良斯克 就是挨着这个乌克兰境内这些这个边境的州啊 都在乌克兰的这个打击范围之内 俄乌谈判代表,这个乌方代表啊 他说啊,乌克兰将对俄仓库如基地进行打击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 波多利亚克28日在社交媒体表示 乌克兰将用各种方式保卫自己 包括对俄罗斯的仓库和基地进行打击 我们再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怎么说的 布林肯说啊,除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和领土外 乌克兰还有对俄罗斯发动袭击的特权 那么英国的防长是怎么说的 英国是授权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的领土和军事目标 原话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 总之是英国的防长说了 就是我把我的武器援助给你 我授权你,就是你可以用我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的领土和俄罗斯的军事目标 有的国家啊,他把武器捐注给乌克兰了 但是人家限定了用途 这个用途就是说你的防御 就是保卫自己 在你的乌克兰领土上可以用 但是呢,你不能拿出去作战 这个人家捐赠给你的这个装备 对装备的用途做约束和限定 这个也是清理之中的 但是你看,英国就说了 我的武器援助给你了 这个风暴,这个导弹发射车 这个鱼叉导弹 这些先进武器给你了 你尽情的使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打击俄罗斯的本土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啊 如果俄罗斯胆敢对乌克兰动用核武器 那么英国将不经过北约同意的情况下 对俄罗斯实施核打击 那个约翰逊说的多那个 虽然啊,英国人说的多,做的少 但是有这些话刺激 人家不管能不能做多少 但是人家这个态度在 因为英国的政治气候还不太一样嘛 因为首相虽然权力不小 但是他一切都要经过议会批呀 所以说有的时候首相是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啊 他对英国的掌控那个权力 没有拜登的权力大 那么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啊 你看美国和英国都表达了乌克兰可以进攻俄罗斯本土 虽然乌克兰以前已经偷偷摸摸的在打击俄罗斯的本土啊 上面的一些军事目标,比如油库啊,弹药库啊,桥梁啊 但是现在是英美两国这个高层站出了表态 公开支持乌克兰反击打击俄罗斯的领土 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 看看我视频上知道啊 我早就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领土 打击俄罗斯领土上面的油库,油田,采油设备 对吧,油警,兵工厂,军火库都是在打击方位之内,四处开花 凭什么只允许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么我反抗只能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反抗 对吧,现代化战争我就,你在我乌克兰霍霍 那我也到俄罗斯就霍霍 也让俄罗斯人知道这个战争是什么样子的 让俄罗斯人要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岁月静好 这样也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后勤补给 让俄军在乌克兰这个军事行动受到阻碍 对乌克兰的破坏就少 我还一直建议乌军不要舍不得 应该自己主动的把乌克兰境内 乌冬地区的所有的道路桥梁 有一寸炸一寸,全部炸掉 随着这个英美啊,重装备 尤其那个远程火炮啊 M777,什么风暴导弹发射车 什么这个凯撒,这个重炮,还有海马斯 这些远程火炮源源不断的进入乌克兰 那乌军就应该利用这些东西去打击 一切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后勤不极限 实际上呢,乌军都没有必要去打击 俄军的那些坦克装甲机群 放不着,你只要把桥梁道路全部给它炸掉 不出一个月,俄军自己就内乱了 崩溃,这些所有的俄军的坦克 装甲车,自行火炮 都是乌克兰的战力品 乌克兰只要把它漆,从刷一下 把他们字母刷掉,就变成乌军的资产 因为俄军他拿不走 他没有油,开不动,只能遗弃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乌克兰现在正在走这条道路 对吧,没有什么登巴斯会战 没有什么坦克专甲机群互相对干 没有,就是轰炸,破坏,打击 俄军的运输不极限 这个运输不极限呢,不仅限在乌冬地区 全禁打击 把炮国延伸到俄罗斯境内 对俄罗斯境内的所有的油田 炼油厂,冰工厂,单药库,油库 重要的交通运输节点 铁路,公路,桥梁 进行狂轰乱炸 在乌冬,在浩尔松地区 也不要客气 虽然那是乌克兰自己的领土 先把它炸掉再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就相当于拆迁了嘛 对了,最近啊 你看加拿大还有美国 人家现在在议会啊 在研究 如何把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扣押的,冻结的 俄罗斯寡头的 或者俄罗斯的这个资产 把它转移给乌克兰 这笔钱不少 乌克兰自己也算了 他重建费用是6000亿美金 6000亿美金 也就是4万亿人民币 4万亿人民币 我认为不够 泽伦斯基啊 小气了 一看啊 就是个穷国的总统 不敢四字打开口 6000亿美金 不够 怎么着要5万亿美金 将近40万亿人民币 这个钱就由俄罗斯来出 反正俄罗斯啊 也不用担心他出不起 他有油田 有气账 对吧 天然气他可以把这气 卖给欧洲 然后用来还钱 拿气来抵债 那么乌克兰有了5万亿美金 重建费 要不了两年 一个崭新的乌克兰 就在世人面前 所以啊 现在就应该叫破釜成州 把这个乌冬地区 把这个什么浩尔松地区 只要有俄军活动的地方 统统的给它炸掉 4月27日啊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这个阿雷斯托维奇 表示啊 乌克兰将从5月开始 陆续接受西方提供的武器 6月就可以积累足够多数量的装备 7月乌克兰军队就能有能力开始反攻 这个分两层意思来看 首先一个啊 美军 北约啊 这些国家的重装备 现在正源源不断的啊 在往乌克兰运 俄军也感觉到紧张了 普京很恐慌啊 普京也开始加大了对乌克兰境内这个铁路啊 桥梁的这个轰炸 炸得着炸不着 炸得准炸不准 也顾不上了 王八权啊 先乱论一通再说 所以说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加大了这个轰炸的力度 也是打击着不极限 然而啊 俄军打击乌克兰的不极限 这效果就差得多了 因为乌克兰是在人自己领土上作战 他这个补救和解决办法要比俄军多得多 俄军是客场作战 一切都依赖自己 这两个性质不一样 美国防长奥斯汀 在德国那个什么空军基地 召开了这个40多个国家的防长联系会议 这个会议开完 各国都动起来了 首先美国90门M777榴弹炮就送到了乌克兰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凑了10门M777榴弹炮 一共是100门榴弹炮 直接就可以武装5个银 5个榴弹炮银 这个火力配置啊 这个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 而且听说啊 已经训练了50多名 这个叫军人 熟悉操作这些榴弹炮 这个M777榴弹炮啊 它是这个卡车啊 或者是装甲车牵引的 拖着走 这个榴弹炮 从它部署好阵地 发射炮弹 到收起来 拖走 整个的就十来分钟 而且它这个打击距离啊 增成之后是30公里 这个30公里什么意思呢 就是俄罗斯炮兵那个雷达啊 就是反炮兵雷达 它探测的最远距离 就是15公里 那乌克兰的这个M777榴弹炮阵地啊 都是在俄军的这个 反炮雷达的这个探测距离之外 你根本就找不到人 你要想把这个 美军的榴弹炮阵地给找到 你只能派无人机 要么是直升飞机 俄罗斯的无人机 给大家介绍过了 什么海鹰无人机 10万美元一架的 就靠那佳能单反 去拍下来 飞回去 然后俄军再把它倒到电脑里面 看一看 然后再还得用软件呢 测算测算啊 浇证一下这个距离 然后再把无人机再放出去 再去侦查 你说这效率 那乌军都已经换了好几个阵地了 它十分钟就能换一个地方 更何况这个美军的那个海马斯啊 那就是两三分钟就可以换地方 它那是自行火炮 自行多光火箭炮 更方便 更灵活 德国这边也有进展啊 你看 德国议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德国联邦议院 今天以586票赞成 100票反对和7票弃权 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议案 而且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第一批重型武器 大概就是自行火炮 这个已经装车了 开始往乌克兰运了 你看德国的速度也很快啊 它一旦这个决定了 那人家效率还是很高的 德国人效率还是比较高啊 武器就开始往乌克兰运了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乌克兰的 泽伦斯基的这个顾问呢 说的没错啊 从5月份开始 大量的这个西方的先进武器就要来了 但是呢 说7月份反攻 这个我持怀疑态的 对吧 我认为乌克兰啊 它缺乏装甲部队 缺乏坦克 这个运兵车 你缺乏这些东西啊 你光靠这个远充火炮 你是赶不走俄军的 没有办法反攻 什么时候美国给乌克兰提供 M1主战坦克 德国给乌克兰提供什么 鲍2主战坦克 那就说明啊 乌克兰可能有机会 有这个实力反攻了 在这个美军和德国啊 现在还不提供这种 主战坦克的情况下 乌军啊 就不要想着反攻了 你现在任务就是 耗俄军 好好地把俄军熬一熬 把俄罗斯啊 熬着这叫油肝登枯 不停地在湿血 湿到最后 血流肝为止 再也不能造血 这不就是美国防长 奥斯丁说的吗 削弱俄罗斯 没有说让你去 把俄罗斯打败 所以你看 美国就不给你乌克兰 提供什么 M1坦克 什么暴式坦克 也不给你提供 什么先进的战斗机 有很多网友啊 认为这个 这些重装备啊 要学习它 形成战斗力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不可否认啊 就是说 比如说坦克 德式美式坦克和苏式坦克 肯定是有差异的 你要把这个坦克 把它熟练掌握 把它的性能发挥的最好 然后而且还要跟什么装甲车 跟这个自行火炮 跟这个步兵 要形成协同效应 这个是要训练啊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邪乎 说要多长时间 因为对于一个 这个熟练的坦克手来说 本来就开这个苏式坦克 什么T72 T80 没有问题 很熟练 那么他开这个M1 不会有太长的时间 当然必要的训练是需要的 那你两个月足够了 两个月的训练还不够 没那么邪乎 飞机也一样 飞机对飞行员来说 飞这个米格29和飞F16 是有点差距 但是只要是飞行员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加以培训 他比那个小白去学 肯定快得多 所以说 你要美国要培养 这个乌克兰的空军的话 现在就把乌军 那些飞行员 叫过去进行培训 有两三个月 乌军 这个空军 就有战斗力了 但是美国和北约 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实际上 他们就认为 没有必要 一个不符合 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意图 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意图 是要你乌克兰 把俄军拖住 让俄军 不断的增援 不断的往这个乌东地区 投入战略资源 投入人力 物力 钱财 在那儿进行消耗 这样削弱俄罗斯 并不是说 你把他打疼了 普京投降了 不打了 那不行 那不叫歼灭 俄军有胜力量 那俄罗斯还保存了实力 他要过几年之后 他又开始作妖 对不对 恢复元气之后 他又开始 跟周边国家 开始战压不着 这一次必须要 抓住这个千载南部的机会 好好的把俄罗斯 一步置到位 把它置得服服帖帖的 所以这个美国北约 并不是要把俄罗斯 直接打败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把俄军 赶出乌克兰 乌克兰就赢了 但是呢 这个事情 不是乌克兰能决定的 所以说 我说美国北约 是不会给乌克兰 提供这些攻击性 这些坦克啊 装甲车啊 对吧 这些武器的 但是先进的火炮 远程大炮 是可以提供的 因为这个是用来 打击俄军的不极限 打击俄军的这个装甲集团 让俄军不停的 往乌冬地区增援 现在烧一股啊 把俄罗斯境内 能动用的兵力 基本上都动用了 家底啊 快掏干了 可能还有一些战术营 还有一些预备役 可以动员 可以送到乌克兰来 对吧 普京现在是 赌红了眼的赌徒 不停的把俄罗斯的 这些小兵 往乌冬地区送 所以美国和北约 给乌克兰的任务是 就守好乌冬地区 把这个单一个战场 消灭俄军 有胜力量 来一个消灭一个 来两个消灭一刷 就完了 没让你去反攻 所以我认为 说七月份反攻 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乌克兰的 这个一厢情愿 美国这次啊 一定会利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么个机会 要彻底把俄罗斯问题 解决掉 俄罗斯如果是 北极熊的话 那就把这熊掌 给它砍下来 如果俄罗斯啊 是毒蛇 那就把他毒牙给拔掉 让他永远 没有办法再伤害别人 至少让俄罗斯 五十年之内 没有办法翻身 把俄罗斯 变成一个资源出口国 或者叫农产品出口国 总之啊 是粗级产品出口国 原料出口国 就完了 俄罗斯作为战败国 必须要放弃核武器 限制它常规 军队的人数 限制它武器的发展 这就是砍掉它的熊掌 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我相信啊 拜登目标就是这个 顺便啊 把俄罗斯可能分成几块 因为俄罗斯 这个石油天然气 就是能源储备啊 是世界上可能排第二 北极那一带还没探明 如果探明了 估计俄罗斯是排第一的 俄罗斯地下 蕴藏着这么多石油天然气 能源 那这么多这个丰富的能源 掌握在一个政权的手上 对吧 这个是对全世界也是不安全 你看俄罗斯 动不动就拿石油天然气 要挟欧盟吗 要挟这些德国法国 那最近俄罗斯 又停了波兰的气 什么 还有什么叫斯洛伐克吧 总之停了几个小国家的气 杀鸡害猴 恐吓一下德国法国 我可是真要停气 实际上俄罗斯不敢 对吧 他也就停一停波兰 匈牙利 或者就是什么 斯洛伐尼亚 这些小国家 他本身就用不了多少气 这个量非常少 所以呢 俄罗斯挑出来 把他们 加上这些国家 可能国力也弱一点 挑出这么几个国家来 把气停给你们看 我是真能干出这事 他怎么不给德国停了呢 不给法国停了呢 不敢 对吧 他停德国停法国 那就是真正的叫两败俱三 张人一千 自省一千二 所以俄罗斯是不会主动停 德国啊 法国啊 意大利啊 这些国家的气 只能停那些小国家了 因为他用量比较少 停了也无所谓 所以说美国啊 还北约 不能坐视俄罗斯啊 拿着这个 上天赐给他们的这些能源 来要挟传人类 要挟欧盟 要挟世界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把俄罗斯分成几块 那他的油田 油气 在不同的国家掌握 这样的话呢 也非常有利于世界的能源安全 所以有可能俄罗斯啊 会再次被制解 制解之后的俄罗斯啊 就不再具备什么攻击力了 他的军事发展 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所有的核武器要销唬 看看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最近又说了啥啊 这个拉夫罗夫啊 面对俄新社 他公开表态啊 俄罗斯赞成联合国调解 重视维护联合国体制 俄罗斯需要争和平 欧洲需要假和平 乌克兰通过战争来达成此事 明斯克协议是一剂西方精心炮制的麻醉剂 2月24日 俄罗斯干醒来时 西方又要给俄罗斯换药 从莫斯科到基辅并不远 远的是基辅被提前定制 这个拉夫罗夫啊 现在是胡言乱语了开始啊 又是希望联合国调解 重视维护联合国体制 总之啊 就是强盗逻辑啊 所以说对俄罗斯这样的民族啊 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啊 没那么多好说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打服 趁这机会啊 彻底把他打服就完了 那么俄罗斯战败 普京怎么办呢 普京要么面临着去海牙法庭 如果留在国内 有可能被俄罗斯民众 把他抓起来 被绞死 还有一种就是普京啊 有血性啊 学希特勒 自己自杀了 这三种下场 不知道是哪一种 还有人说他有没有可能流亡海外 这个可能比较小 他往哪跑 哪个地方需要他呢 哪个地方能接收他 哪个地方能保护他 关键是跑到朝鲜吗 朝鲜敢要他吗 普京是俄罗斯总统的时候 那天将伟人是喜欢他的 是愿意跟他交往的 但一旦普京落难了 成为负资产 那天将伟人还需要他吗 他就是个雷啊 天将伟人还抱他吗 抱一个雷回家干啥呢 所以说我认为他流亡也很难 没有地方要他 也没有那个有实力的 能保护他 所以普京最大的可能是自杀 所以普京现在估计的 开始做心理建设了 到时候走上自尽的道路 自觉于人民 自觉于世界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班联系论 谢谢大家